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今天回到一個星期一集的范大人 今集呢 怎麼說呢 其實我很高興幾年前 之前就已經想找人講講卡巴拉這個題目 但奈何呢 就找不到對的人選 每一個人都會跟我說 嗯 我知道少少 但是不足夠講過節目 終於原來就 不小心聽了別人的節目 發覺原來別人可以知道說得很入 所以今天就搶了兩位嘉賓 兩位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子萍 大家好 我是April 大家好 我是April 有聽開節目的 可能會在台上留意兩位的聲音 如果大家願意去搜尋一下 應該會聽到我們的 你可以繼續說 你的節目是什麼節目 我們剛剛開始一個新的節目 叫燃靈奧秘 已經兩個月了 不是剛剛的 那相關新吧 OK 不是兩個月才是新的 對 兩個月才是新的 不過是新節目 新節目 其實是最主要講 各方面跟神秘學 或者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們都會去作一個題目 去談談一下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做燃靈奧秘之前 其實本身我們在另一個網上電台 叫YouOnLive 就已經有一個節目叫 二世界 他是不是直接接了 我前一陣子網頁也不能進去 是一個謎 幾個月之前 他宣稱他會再開 但幾個月之後的今天 都還沒有再開 所以我也不知道 根據我的員工消息所說 唯一給我回應 是85,000左右 是啊 85,000左右 是啊 他這樣聲音 我直接發去員工的問 什麼事啊 我隔了兩個星期進去 都是同一個版面 我們即將什麼什麼維修 然後會再開 然後兩個星期 我心想應該接多些 如果是這樣 但我有聽過其他秘導 但好像不是很方便 開放地說出來 我也聽過其他秘導 我們咪後說 值得說出來的再說 繼續說回 其實我首先認識子萍在先 因為原本有兩個人 那時候 連Facebook被流行之前 是流行blog 那時候 在blog上 有兩個人我都很留意 一個是指萍的blog 另一個blog 就是之前 張繼聰的朋友 就是阿吉的blog 當時兩位我都還沒認識 兩位的blog都覺得 多精彩 多少招 多少東西看 近期全部寫政治 已經一邊編來了 我一直在罵人 但是我和大家很相近 近這年多 我越來越傾向 觸碰很多政治的資訊 因為其實 拆開話題 近期的政治環境 其實都令我幾失望 還有 都真的幾多不滿 即是香港近些 即是我Facebook寫了一句 我現在看到的東西是 未登天自衛 先至 甚麼人都 因為我不知道他究竟 做出來會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現在是言不證明不信 以及一 亂七八糟 其實你也覺得很文咒咒 我近幾天我只是 即是火都來 我們走不時心裡 是不停地爆粗 不行的 這些會 我們說出來就會被人燒音 B 網台 我們這個節目不講政治 雖然我只要留意政治 但我這樣 這個節目不講政治 但剛才只是講了少少 外圍的關係 那我們回到正題了 就是 卡巴拉 到底是甚麼呢 在很多人眼中 很神秘 尤其是我們年輕這一輩 在電影 漫畫 尤其是這個 新世肌腹那件事 經常都出現卡巴拉的符號 但是 大家經常都覺得 在神秘學 又覺得 在很多不同的 New Age的書裡面 或者一些靈修的書 講神秘學 都有提及這個名字 但每一次呢 都是輕輕大過 一兩個章字 就好像我這樣 我就是知道 他是一個猶太教 的一個符號 和一個很重要的符號 裡面每一個球 是代表不同的陷意 和不同的世界 然後呢 最後呢 差不多是這麼多了 可以說到的 然後慢慢做完了 所以這一集 我很開心 我幾年來的疑問 終於今集可以 問出來了 OK了 我想這裡 要做少少有關的定義 卡巴拉和 是有關系 但就不是對等的東西 即是 是不是可以說 是真的很重要呢 其實沒有 卡巴拉也有約到的 是的 因為其實 這樣說 我們比較 由頭來講一下 卡巴拉其實是一個 猶太人他們自己本身的 一種叫密教的東西 嗯 其實他們 由 你可以說 舊月之前 他們已經是一種 他們那一派的宗教 是的 其實他們自己所信奉的東西 他們 對於他們的傳承 各方面 其實他們有很多 現格的定義 很多現格的要求 所以他們一直都可以收得很密 然後其實 發展到現在 公元後 一千年左右 開始 就有人 創作了一幅 我們經常都看到的 叫做生命之樹 那個圖 是的 因為這幅圖 基本上 就可以將 卡巴拉裡面 很多重要的含意 或者一個 世界觀 宇宙觀 這樣圖畫化了它 於是 那些人 就很喜歡拿著這棵樹 就說這個就是卡巴拉 其實是不同的 卡巴拉的範圍 是更加深一點的 這幅圖 只不過是 將它一個簡化的圖案 即是我們說十字架 我們不會用十字架 來說那個就是那個教 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符號 含意大約是這樣的 很有象徵性 或者這麼說 是的 因為象徵性大 所以尤其是它 含意多 又神神秘秘 因為很多東西都會說 那些人 於是很多時候 很多漫畫 或者人們想像力 就喜歡用這幅圖 是的 如果你說 我最早接觸這個符號 都是漫畫 尤其是那些講魔法的漫畫 有什麼魔法講漫畫 什麼魔法都市鎮 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 這部真的 是啊 是有出過這樣的符號 有輕輕解釋過的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這部 我有聽過這部 有出過動畫 應該九六年出動畫 但我沒有正式看過 如果說漫畫 我想是八幾年後才有 我記得它是東京巴比倫那一期的東西 沒錯 剛才我看到它的背囊裡 也有一些漫畫 這個起碼都會看漫畫的人 我會看 但這麼早期的 我沒有看過 我從《Gundam》開始看 我也有看《Gundam》 但沒有看過那一期的漫畫 我是看TVB首播的 對不起 他暴露了自己的年齡 我現在回來了 我代表觀眾去問 就是卡巴拉 到底在猶太教 那個地位是什麼 即是那樣是一種 符號裡面 他解釋了宇宙的架構是怎樣 還是由這個符號裡面 是他們宗教的一個縮景 我想這樣首先要解釋 是什麼猶太教 好啊 其實猶太教 本身他們猶太教的名字 就是叫卡巴拉 其實是同一樣東西 卡巴拉教 其實如果你說中文的人 就喜歡直譯 去做猶太神秘學主義 其實只是一個名字 但本身卡巴拉這個字 如果你看回希伯內文 本身它的意思就是 口傳的一個傳統 其實是把他們的生活架構 或者生活的東西 他們怎樣去信拜神 怎樣跟神溝通 各方面的知識 都是包含在這裡 等同於我們中國人 信奉道教一樣 就是混合的 他們生活所有的東西 都跟這個宗教斜上關係 或者這麼說 那十個世界 又等於什麼 六道輪迴 什麼什麼道 修羅道 無間道 就是畫一個世界出來 和它聯繫的方法 所以 我自己接觸到 New Age 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自己有個感覺 其實很多宗教 其實裡面 只是把 同一樣東西 然後演變成他們不同的角度看法 然後發覺很多宗教 其實很多東西是緊構著大家 有些差不多的關係 就像我之前去看這個 Fower of Life的書 他教不同的畫波波 然後畫到不同的圖形 然後我看到那本書 原來在裡面 說這些 Fower of Life的圖案 是可以引伸出不同的 太極的圖案 引伸出這個 Tree of Life的圖案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Kabala的圖案 很多不同的宗教圖案 是可以引伸出來 原來是一個很簡單的圖案 然後引伸出不同的宗教 覺得那些 最有哲學意味 最有意義的圖案 在這裡 那我就覺得 原來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所有東西都是 藤能呱呱呱呱呱呱呱 其實不奇怪的 本身因為一個宗教 講一下小小歷史 其實這些東西 在當時的宗教來說 其實大家在互相影響 尤其是 你講的 其實當時 一個在歐洲 或者你講的 佛教 或者道教的圖案 在中國 其實不代表兩者 沒有溝通過往 其實宗教在這方面 本身來說 是互相不停地感染 互相不停地幫自己改造 或者我給一個例子 大家聽過占星術 其實西方我們經常會講占星術 但這方面其實在中國 在印度也有 印度的 就叫印度佔星 中國的就是七政四瑜 其實三國的系統是很類似的 運作方法是接近的 只不過中國的會有中國化 例如有神殺關係 印度會加入印度佛教元素 西方的就是純素系 沒有神的系統 但其實運作的系統是很接近的 要不就是其中一個教導 另外兩個 要不就是三個獨立發展出來 但應該就不會了 我想三個地區都會有 那個關係 即是有互動 我問過紫萍 他會有機會幫我們講講占星 因為本身他覺得是一個很強項的東西 但我們抓他上來 首先一定說了 這麼久以來 我發覺在不同的網台 雲圓 都沒有什麼人很詳細地講過卡巴拉 剛才說猶太教歷斯是不是講完了 猶太教其實應該這樣說 今天我們看到猶太教 即是以色列 那個舊藥的世界 即是我們一聽到猶太教 可能想起一些很舊的教 可能跟我們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但其實猶太教 即是信奉舊藥的神 即是今天我們看到天主教 基督教的前身就是猶太教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但我記得猶太教 有一個印象 就是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有一個教義 就是不可以借錢給人計利息 這個是他們民族的性格問題 但剛好最好笑 猶太人做生意最厲害 而發達就是靠利息 所以其實你看到猶太教 去哪一個地方 他都可以很容易發達 很多人會很懂得去賺錢 因為其實他們本身其中一本書的教義 其實就是賺錢之道 就是探木德 是探木德那本書 但其實當然 你說歷史其實他有很多事情 亦都因為他懂得這方面的事情 他做生意所以 給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民族 或者是政府視為眼中釘 只不過因為他實在賺錢太好了 太厲害了 各個政府也都很需要錢 所以最後也都演變了 有些人很喜歡巴結他們 其實你說起歷史的變化 他實在是 太多的故事太長了 猶太人的故事也不用說太多 其實猶太教這個人 這個名字是很敏感的 有些人說到什麼 secret government 銀行家族體系 一定是猶太人 猶太家族 因為他們給人的印象是這樣 神秘一點 他們佔有的有錢人 還有權力者比例高 到底這個卡巴拉裡面的圖案或智慧 有沒有引申到 令他們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這麼優秀的頭腦 或者一個思想模式 我覺得就沒有關係 我覺得反而是民族傳統 因為為什麼沒有關係呢 因為卡巴拉的教導 在猶太人都要過了三十歲 還是四十歲 四十歲 四十歲才能學到 所以我覺得影響不大 反而他們受到他們家教的 一個基本傳統就是 幽默感 就變成他們想法 彈性大就不會很死板 容易找到最好的方法 影響就會大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 他說德國人最怕和兩個國家的人做生意 第一就是猶太人 因為他們永遠跟你簽約的時候 找到中約的漏洞 讓你沒得差距 令你猜不到 另一班就是中國人 你跟他簽什麼都沒有用 他不跟 因為中文太滑透 他不是滑透 他都是不承認 那沒有辦法 這是優點性的 所以猶太人的優點 反而我覺得 在猶太教的影響力 其實我覺得影響力不太大 反而最大是他本身 很容易找到出路的彈性會大 其實我主要想帶出來猶太教 才想帶出來猶太教 其實不是那麼陌生的東西 即是基督教的善身 我補充一下 剛才我講了少許 他們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們本身不相信 尼塞亞已經說了 即是他們不相信基督 因為他們認為尼塞亞的出現 是為了救贖以色列的猶太人 但因為猶太人到現在 仍然在以巴指針裡面 仍然在一個經常有衝突的地方 即是他們還未得救 所以他們認為救世主還未降臨 因為他還未救我們 所以他跟新約世界的分別就是 他完全不相信新約 他頂多認為基督 所謂耶穌只是一個先知 但他們都不會認為他是救世者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卡巴拿 其實這個版本 跟猶太人的版本是有出入的 我之前在節目之前 April就說過原來這個Tree of Light的標誌 原本是一個歷史 只是一個十個波去組成 其實連那十個波 即是最原本是連那十個波都沒有 十個波都沒有的 然後我們一看到 就很多條線連起來 就二十二條線 就是慢慢演變出來 那麼那個歷史演變 到底是怎樣的呢 兩位 簡單來說 其實只不過是到公元一千年 拉被研究完之後 他們就開始構想 如何將圖案化 形象化 於是人們就開始慢慢想想想 開始畫出來 然後最後設計了生命之樹 這個圖出來 其實裡面 他加了很多想法 和想法行讀 譬如說 我們說其實每一個球 我們雖然叫它做世界 其實正確的讀音 其實就叫Sephara 或者Sephara 這個 劉一塵 中文是叫劉 其實我不喜歡叫這個名字 我也不喜歡 其實 我查一下就是 首先 為什麼他想這幾個球 我意思是說 首先這球是想著代表什麼 這幾個世界 現在在心目中是代表不同宇宙層次的世界 還是說一個 這樣說法 其實 本身一開始 他們會認為這個世界 是由神變出來的 當然 神演化 是的 問題是他怎樣變出來 每一層的神 即他的變化 宇宙的變化 怎樣由神一個 單一個神的能量 變化到我們現在摸到桌子 吃到東西 喝到水 看到東西 於是他們就開始去想 其實他們這幾個世界層次 其實他們的想法 都比較接近現在 我們科學的想法 原因是什麼 他認為 每一個世界 都是一個神做代表 或者一個神的形象化 於是他就想想 既然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對上一個世界 會是怎樣 即是會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所欠缺的 他們會想到是什麼 對上一個世界 就是一個夢的世界 一個夢的 一個精神層次 一個幻想 即是一個 你可以說他們的天使 即是天使 或者是神聖體 那些存在的世界 是 一個魔法的世界 於是他們就開始用這種方法 慢慢去想想 對上一個世界是怎樣 對上一個世界是怎樣 最後 於是他形成了 即是形成了我們現在說的 一顆生命樹裡面 有十個圈 那十個圈 就是我們最下面的世界 就是我們physical世界 OK 那我明白了 即是他由這個物質世界 去引申到去想回一個 可能叫做非物質的靈性 或者再高層次的世界 是的 但我就是想問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到底他創作這件事 想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純粹靠腦 還是靠所謂的被感召呢 因為如果你靠腦的話 其實這一種是一種哲學來的 噢 只不過當時來說 其實在各個地區 是很輕用圖畫去記錄一些東西 明白 因為例如我們見過阿拉伯 阿拉伯是alchemy的練感術 有很多的圖鑑 因為其實由翠玉六開始打後 已經是很喜歡用一些圖 去記錄一些事情 特別是一些神秘思想 我們找不到的源頭是怎樣的 對啦 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 就隱晦一點 是 還有符號有時候有多重意義 我覺得他們是為了隱晦一點 是比較重要 其實他是把那種知識去隱藏 嗯 即我有這個圖案 但你要加上我的口訣才能解讀到 是的 因為其實你要知道當時 宗教是一個很敏感的詞語 如果你太開放去告 隨時會被人拿去處死 是 為了我要生存 所以我要把那些東西暗號化 因為當時還在宗教審判 即是獵巫時代 應該宗教審判應該是差不多三世紀 四世紀開始 再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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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十四世紀 對啦 但好像不是三、四世紀 我記得是後一點 沒有那麼早 我經過一千年 沒有沒有那麼長 近千年 那段時間來講 西方去講這些東西 其實都盡量不講清楚 反而影響了他們 會很喜歡用圖像去表達一些東西 這種影響力 當時就造成了 他們將卡巴拉圖畫化 一來可能容易保存一點 因為圖畫畫可能容易 將它傳下來 不會用文字那麼複雜 二來就 他不想講得太清楚 但其實我都很清楚 那張圖畫 要看回 因為其實縱然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就算你出了一張圖 本身你開頭裡面的人流傳都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當權者那群 接不接受這些圖 你明白嗎 當時當然不是很接受 不用太密傳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很秘密 就因為他們不可以不秘密 那倒是 到現在 到2012了 很多被認為 一百年前還會覺得很秘密的東西 資訊那麼發達 就開始越來越不秘密了 或者這些年代 都被迫著不能秘密 兩位看了這麼多卡巴拉的資料 其實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 譬如我這樣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你解釋給我 到底我由這個符號裡面 是可以引申到什麼呢 是一種修煉的方法 我對這個 只是一個純粹 對這個世界的層次的方法 因為我見過一些書介紹就是 他將每一個波呢 變成一些不同的情緒 或者變成一些不同的階段 就是你的人生怎樣演化階段 我見過幾樣都有的 令我很亂 到底猶太教是不是真的這樣用 還是後來的人演化出來的東西 如果用猶太教的講法來講 是代表了神跟人的距離 不可以這樣說 包括大一點 因為其實本身這幅圖 只不過是告訴你 神在這個世界的變化中 他的特質是怎樣 其實我們在說每一個世界 只不過是神 他將他自己去一種變化 一種進化的時候 他那一下的情況 他的特質是怎樣 又不是叫進化的 你可以說是演變 因為神應該沒有進化 他實踐的時候 每一個動作的顯現 對 他的意志 就是他本身的特質的變化 可以說 其實這件事 為什麼他會經常性 去到不同的地方 是因為這些東西 在我們人裡面 是經常性都會見到 或者是可以探索到的 而根據他們的宗教的講法 人們都是根據神的事情 去做出來 其實我們的變化 我們出現的事情 都會跟神好似 於是很多時候 人們就會用這幅圖來做參考 告訴別人 你有這樣的變化 你有這樣的狀況 可能是涉及到某些位置 有反應 或者有能量的震動 所以你現在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後期這些人 只不過是用來做解釋 本身卡巴拉這件事 他的終極目標是回歸到神 那一幅圖 按功能上來說 那幅圖只不過是告訴你 你去到哪一個位置 然後如何修煉 你就可以回到神 地圖集 這只不過是一個地圖集 告訴你 你如何去 簡單易明 我猜是否由下面的波 如何走到最上的波 走到最上的波 其實終極目標是這樣 明白明白 所以我說這個是神跟人的距離 因為他就是透過這個距離 如何去接觸到神 和回歸神 因為我有距離才可以做修行 我要知道這件事再進行修行 我不是只做修行 但不知道這件事 他認為 我又不會叫他做修行 只不過 你要回歸1S本身是修行 我不知道 我未必會喜歡用這個字眼 個人喜好問題 因為你修行很苦 其實很苦 寡悶 兩位 雖然你們知道這麼多卡巴拉 但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的情形下 你會知道兩位是否曾經參加過猶太教 沒有這些參加不到 還是你純粹在動機原機之下 還是接觸到卡巴拉的呢 因為塔羅牌 我純粹是因為塔羅牌 那我也是 我開始 因為其實本身來說 我本身先學塔羅牌 我對他有興趣 我學完之後 我用完之後 我想再理解一下他背後是甚麼 去到這一步 就已經開始有些 例如生命之樹 其他不同的系統 例如煉金 那些都被彈出來 那些被迫著要學 因為你不學 其實你不會很透徹 理解到塔羅牌其實是甚麼 其實塔羅牌 你可以說它是最接近我們現在香港 最接近我們 最活生生會用到卡巴拉的一件事 不過其實很多人未必會 理解到它的深層次 或者是它原本的作用 是的 那志平呢 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我學塔羅牌 學到要學 再深一層 即是思想系統的時候 思想系統已經包括了這些 一定要學 是的 那現在有很多 那就是有時間去玩 好 那第一節先到這裡 第二節我們會回來講 到底卡巴拉 和哥斯拉有甚麼關係 好 經過兩節的中間一個這麼長的 break 的時間 我終於理解到原來是沒有關係的 對 和哥斯拉是沒有關係 那就是要 然後回來就是 講回歷史的源流 就是 為何由以前的符號和現在不同 慢慢演化到現在 你說 原來現在的卡巴拉 已經和以前的卡巴拉 其實是很大的變化 其實是這樣說 以前的卡巴拉是猶太教的卡巴拉 但是慢慢 去到最早的時候是多久 哇 猶太教歷史 很久 公元前是多少 我真的算不到 你當是有猶太人 那時候公元前 他的歷史就是摩西接觸神余 摩西前 不是 意思就是摩西接觸神余 那時候 就叫做起了傳說中 再早期 摩西他分開紅海的時候 他已經是用卡巴拉的秘術 做了一些神跡出來 他不是說 傳說就是 摩西因為接觸神 得到卡巴拉的認識 所以可以分開紅海 原來這樣 不好意思 但其實應該是再早期 但當然傳來應該是早期一點 所以歷史上我們找不到 這個東西何時開始 因為如果用社會 人類社會學的論點來講 卡巴拉如果是接近宗教 更加接近於社會形式 或者民族形式 所以這東西是由民族的政治關係 建構出來為主體 所以你說究竟何時 建立出一個有思想體系 宗教形式的卡巴拉 其實都很難定 我想知道 其實以歷史上有提到 最早的卡巴拉的符號和現在相差多遠 符號相差多遠 應該是最早只有十個球 最初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的 其實他們一開始用的符號 例如用紅色的噴火劍 又或者在祭壇上面 七支蠟燭的燭台 那些來做符號象徵 其實比較早期 他們會用到的應該都是六角星 即是代表著他們的 可能最早都能追溯到的 應該都是這一類型的符號 所以你說去到Tree of Light的圖 應該都是去到 一千年 一千年的時候流出的版本 才開始畫了這幅圖 其實這幅圖不是卡巴拉原始的東西 但當然那幅圖跟現在看到的圖 都不是一樣 那最不同的應該是最底的兩條圖是移了上去的 可以這樣說 我最記憶中是 Mark Groove 即是最底的 我們所說的Fiscal World 現在我們看到底是有三條圖 三條線 那時候只有一條線 是 就是連接到YESDOC 我也記得 那時候是不會有那麼多打斜 很多是十字 總之不是橫就直 然後慢慢演變到現在 我覺得在美感方面是更漂亮的 其實以前也有點漂亮 其實應該這樣說 如果真的看回以前的圖鑑 其實圖是不是畫一的 在那個時代來說 不是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沒有定論 譬如說我們現在經常說 十個世界 多少個智慧 這些其實是很後期 那些人講開講開統一了才會有的 十個東西就是統一 那時候還是統一 十個東西其實那時候已經統一了 但是譬如說後來有幾多個路徑 就是那些Path 幾多道智慧 這些就是後來經過幾個時代演變才會 後人洗裂之後 對 才會有的 那這個故事是怎樣呢 這個故事是怎樣 由猶太教引申去到 連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提起有些關係 這個就繼續發展下去 其實當時來說 都是中東地區研究比較多 其實最多的資料 我們看到西班牙有 阿拉伯地區有 中東地區有很多 但是西方來講的天主教 其實對於他們的卡巴拉傳統 其實不算太強 反而他們是拿了聖經 去做了一個天主教的 所謂系統 所以如果去到避傳的一些哲學部分 其實他們不是接收到太多 直至去到文藝復興的時候 因為當時那個時代變化比較混亂 因為文藝復興其實是為了 將之前一些壓住的思想潮全部釋放出來 因為壓不住 寫書的之前也不可以寫 畫畫的也不可以說 除了可以耕田之外 可以研究一下 耕田的工藝 甚麼都不讓你做 所以他們開始釋放 但是 我突然讓你做這些事情 這樣不行 我一定要控制你 所以他們就用卡巴拉 轉換了基督教版的卡巴拉 將裡面的對應 加入了新藥的思想 然後將它滲入他們所要學的東西 例如神學 例如數字學 這些都有卡巴拉的背景 為了他們可以控制他們不脫離宗教的影響 當時他們大幅推動教育 所以你看到今天香港的名校 都是教育學校 因為對於當時來說 他們是主宰了教育機制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說 我既然有教育的話 我便將這件事 和他們要學的東西 混合 全部混合 進去的話 你們就一直學這些東西 你們都不會離開我們的教義 這樣便容易控制一些人 所以卡巴拉就這樣 和很多東西合作 而且都會變成了天主教的傳統 其實這也是天主教傳統 其實基督教也不太接受這套 其實不是的 因為去到基督教的人 只信新藥 前面的歷史 他們會拋棄它 都會 大部分都會 因為他們會著重於 耶穌基督為了我們 去做救贖 立了一個新的契約 於是他們就認為那個就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他們 對於他們來說 如何直接去和神 在祈禱上面 或在默想上面 有一個溝通 會比你更重要 去追溯之前 你們的想法是怎樣 你們對於這個宇宙的建構是怎樣 他們就會變得不太關心 我想以社會價值來說 他們當時幾多教 要和天主教要劃分 你不劃分的話 兩件事是一齊的話 我不會偏論你那邊 所以他劃分了 其實他首先要否定了天主教的認識 因為當時最受批評的東西 是贖罪卷的那堆東西 所以 我不認為基督教之後沒有 不是 那基督教當時來講 要去和天主教 我們其實 講基督教的時候我們很敏感 我們盡量回到卡巴拉 這個是一個歷史問題來的 每一個神秘學節目 只要你牽涉到基督教 講多一點點 那個科林就會有人來踩場 是 恐怖 為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有一個暗地的宗旨 就是 當牽涉到宗教 尤其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時候 我們盡量快點 輕輕大過我就算了 在歷史上來講 兩個教會當時分裂了 其實基督教就不會和卡巴拉有什麼接觸 因為他認為這些所謂的教會傳統 特別是容易賺錢的傳統 或者是有其他的信仰都會影響了 他們和神的接觸 所以這件事情 我想天主教去有留書 就算你看到天主教的教會 他都有很多有關的掌聲 當然他們當時有推行過 令到他們很多的修道士 都會有接觸這些 因為他們教育員的人 很多都會在教會服務 所以天主教就會有這些傳統 甚至乎現在天主教還會有驅魔訓練 有有有 有有 凡帝光還有這些東西在裏面 所以其實天主教的傳統就會包括這些東西在裏面 但基督教就不見得有 但anyway 我們今天看到的卡巴拉 其實都是屬於當時的產物 就是所謂基督教版卡巴拉 後期再改變了 其實都不會改變太多 都是差很少的 例如是 靈根當舊 將卡巴拉 會比較偏向了 在修能和魔力的運用方面 加強了理解和解讀 但在此時 不會將原本的東西 改變太多 例如我們學到的 菲律馬來講 就會將一些神的架構 再整理了 重新PC 跟他的理念有所出入 最大的花枝應該是多了一個打 是甚麼來的 即是所謂的 暗度 因為其實它是 智慧嗎?中文的 不是智慧 其實它沒有一個正式的譯名 因為其實那個位是一個很近期才會出現的現象 它那個位在哪裏呢?就是在第一個波波 即是中間的位置直落 第一個波波對落一點 你會見到一個十字形的柱 是的 在這個十字形的中間 即是那個交叉位那裏 就有一個波波 這個波波其實是很神秘的 第十一個波 是的 其實一個不存在的波 我們現在的人認為 這個波是用來做甚麼? 就是用來在這個柱子裡 譬如說通過某些危險的地方 或者不小心掉下去 你會去到一個chill of life的相對面 即是chill of death 那些東西 秘道 是的 就是一個秘道 其實這個位置很神秘的 我記得中文叫秘字或者秘密 即是甚麼? 秘密的智慧 在我修煉的時候 即是我有機會不覺意 去到很高的位置 就突然跌了這個波 即是是不是去了黑色的位置呢? 它是認為它要透過這個波 才去到最高的位置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大家可以 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是否知道chill of life 我們這個節目會放相關的圖 其實你看到最頂部有一個三角形的三個波 組成三個人 其實這三個波和下面的世界 基本上有一個不能跨越的深淵在那裡 是的 就是因為這個深淵令到我們人類 或者我們這些人類 即是這個世界的靈魂 是沒有辦法回歸回到最原始的神的鬼 嗯 就是因為有這個秘密的秘道 令到我們可以捐得上去 但是也有些說法就是 如果這個秘道你走錯地方 就會真的跌到所謂的地獄 就叫chill of death 哦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秘道真的不是存在 所以沒有說是不存在的一個秘道 是的 他這個定位說 很難爭的 很詭異的 他一說到秘道就說 你沒發現或者你不清楚 因為這個是秘道 是的 這樣說 其實這些位置我最喜歡 通常去到的位置就是 你又不能證明他錯 他亦都不能證明他對的 總之就是大家處於一個很僵詞的狀態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沒有呢 因為沒有那樣東西都能做到那樣東西 哦 即是走一條康莊大到就不用走秘道 其實也很難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雖然叫資訊發達 但是其實卡巴拉有很多資料 還是沒有流傳出來的 仍然都是用這個希伯萊文 來在他們自己的民族裏面交流的 因為始終這件事 他們只是傳給某一些族人 可以說 你其他那些 他們不說是不會知道的 有些譬如說是 即我們不可以說是市面 我們現在大部份人知道這些 只不過是因為 我們透過一些希伯萊人 有些人他們會比較open mind 他們會願意把這些東西公佈出來 或者寫出來 或者告訴大家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到 原來再深入一點是怎樣的呢 但是如果你說最核心的內容 很多東西仍然都是不會說出來 也都不會給別人知 會不會有多了很多不同國家各派的方法呢 即每一個原來有一個流傳一個深法 是我真的不是那個家族的人 我就不會留給你的 即可能我告訴你 原來這個最秘密的圖案就是 其實要拆兩個的 我不奇怪的 這些真的不奇怪 因為其實我們在西方、歐洲 讀回來 都是叫做second hand information 是啊 都是一部分 再加很多人研究 再完整化了就知道 但至今它和全本 卡巴拿 即是猶太人的卡巴拿 都會有出入的 是 都說了 其實卡巴拿 因為是猶太人的傳統 我們今天都會看到很多希伯來文 是的 基本上必學的 那在應用方面是怎樣 剛才我說 原來有很多的 譬如叫做占卜上的東西 譬如塔羅 尖星 尖星是否有能力 尖星本身是獨立的 其實都不想 其實他有想過 扔過 我想比較難 尖星 有幾本書說過 但其實扔完之後是沒有分別的 哈哈 即是雙年失敗 排除尖星 還有說數字學 是否有關係 是的 但其實在猶太教和天主教用的卡巴拿 有什麼不同呢 猶太教用的卡巴拿 主要是修行和祭祀儀式上的東西 是的 其實簡單來說 如果你說猶太人經常用過一套卡巴拿 其實是說他們日常生活的規範 他們有很多經書會寫明 發生什麼事 你作為一個猶太人 你那個家族 你應該是怎樣做的行為 你平時應該是要怎樣去討告 什麼時候去處理 其實你說對於猶太人來說 他們經常接觸的反而是這一部份 你說很核心那種思想 或者很核心那種 怎樣去感受到神 其實是一些 你可以說是祭司那類 又或者是流傳出來的 就是比較我們說 現在是一些人做靈修 那一班人才會用的一套東西 其實這幾年是不是一個變化呢 因為其實在三四年前 我看新聞就知道 麥當娜也入了猶太比較 那學卡巴拿的奧義 那剛才你說 又要四十歲 又要猶太人 又要結婚的話 麥當娜幾個樣都不是 所以他不是一個正式的猶太教的人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些東西 你做他們賣的東西 其實只不過是 他們拉給做出來 用來賺取收入的一個產品 即是睡覺 因為其實卡巴拿很大 它的範疇真的可以很大 我們現在說 我們日常規範那些是一套 這些是日常生活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說本身來說 這一套思想概念 他們的修煉方式 其實可以約略將卡巴拿 斬開四個範疇 有些譬如說 他們做一些東西 出來賣的 就叫做Practical的卡巴拿 即是怎樣把卡巴拿 用在日常生活上 其實我也見識過 話說我以前試過打一份工 老闆就是猶太裔的美國人 他會在他們香港辦公室的門口 全部黏了一個小膠筒 裡面應該是猶太教裡面的經文 外面寫了一個希伯來文的字母 每間房間不同 但是他會在主要的房間裡 黏在一桶一桶的東西 在門框那裡 這些就是所謂Practical的卡巴拿 我有個學生 以前也有個老闆是猶太人 他說他每天都會在朝拜四面 就是猶太教 風水 生意 人格 哲學 全部都會有一些方式去做 可以說 生活規範 生活形式 其實跟你上一輩 他要拜神做什麼的形式都很類似 我這樣理解 其實原本 原來就不是很神秘的 只不過因為可能地域關係 還有因為他是猶太教自己人裡面秘傳 所以造就到這麼神秘的氣息 你當作以前圍村裡面的圍村風氣和圍頭畫 如果我們太極八卦的標誌 都是這樣的方式傳過去 去到猶太人眼中 就說中國人這壇東西很神秘 不用的 現在外國人都覺得中國的東西很神秘 例如說風水他們都是這樣 他們都會用這種角度來看我們中國人 他們會覺得我們中國人的家裡的擺設方式 全部都是有一套風水的概念 他們會這樣想 但當然我們知道是不會的 鬼佬覺得中國人拿筷子很神秘 你不要說現在很多鬼佬拿筷子很適合 如果他們真的反過來去學習 可能他們的感法就像我們這樣 原來風水也是那一類型的東西 我現在覺得在中國 看到一個爛身爛細的人 但他拿了一套波子才中神秘 到底這個是什麼人來的 他回來 秘密 我們找一些有趣的東西 如果兩位眼中看 最多香港年輕人知道 在這個符號就是經過這個 就是《新世紀科林戰士》 到底《新世紀科林戰士》 用這個符號的時候 加上看一個故事 是不是兩位看過的 有看過的故事嗎 對 看過的 斷斷續續看過 我實在很想問 到底導演或者編劇 他是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而去引生一個符號 一個故事 還是他純粹因為要造就那種 總之好像很厲害 不知道怎樣的感覺 總之因為你擺出來 絕大多數人其實是不會挑戰你的 是挑戰沒有你 是啊 因為你根本上都 都不知道那件是什麼 而且故事都是由你說的 但如果由兩位 比較對卡巴拉 有好一點認識的人 去看這個《新世紀科林戰士》的時候 你怎麼想呢 其實是不用猜的 也不用想的 因為在他後期訪問 有問過這個問題 是嗎 我不知道 是嗎 他怎麼回答 他就說因為有型 問題已經解決了 兩個字有型 其實他本身的故事 是有一些元素 好像有關 他們說什麼 昇華 人類結合這些東西 但是他只不過 這些東西就算沒有 都是這些故事 都會在其他故事裡面 有的元素 是 即是人類結合一體 跟著會 靈魂在有容器 這些其實經常都見 只是他把聖經故事 塞進去好像比較厲害 哦 原來訪問有講過 有後期訪問有講過 我那時看了一半 我就想 我想導演應該 不太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應該他想一想 拍一拍 然後突然加一些冷心 又自白一下 做就那個感覺 好像很有味道 是 其實是這樣的 大家不要被漫畫圍畫 哈哈 好了 那如果卡巴拉 如果現在 你們是怎樣用法的呢 你們自己 衍生出來 或者學了這麼久 是怎樣用呢 或者你們有沒有看到原來 哇 這套東西真是很厲害啊 還是其實 嗯 都有保留的 因為始終是一種 是一種慢慢演變出來的 的 的一個圖案 最低起碼 以前不是這樣 到現在才是這樣 或者 多了幾個人 不同人的隱身 其實你自己 拜不拜 這樣 我OK的 我拜的 我都幾拜的 因為 其實你當你去深入一點 你真的 譬如說整個Chop Life 你真是很深入地 去了解他每一件事 其實你發覺 我們人的生活裡面 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真的 跟著那個循環 嗯 譬如說 如果我們用一些比較 我們日常一些 譬如說 我們用想法的角度 去做一件事出來的角度 其實你看回我們 由我們去想法 怎樣去設計一個圖案 或者去設計一件事出來 然後開始找材料 去製造 然後得出一個製成品 其實整個過程 跟我們說的Chop Life 的過程 那種能量的流動 其實都幾一致 其實對於我來說 Chop Life來說 其實 除了我們說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我們經常對應 會發覺很相似之外 譬如說 有些我們用頭牌占卜 或者是 我們說平時修煉 或者是魔法這些東西 其實經常性都要用到 譬如說 一個場地的設計 一些東西 怎樣排位 怎樣放 甚至乎 譬如說 有些牌鎮 譬如太陽牌 有一個很需要用的 就真的叫Chop Life 就是Exactly 哪個科學版牌 Exactly 那位置代表著什麼 Exactly 就要用的 其實這些東西 對於一個人來說 的幫助 譬如說 從裡面來說 你知道的資訊 對你的幫助其實都很大 這些理解 你可以說是 顯淺易見的實用方式 我真的不覺得那個牌鎮很用 我覺得很用 是 你等同於 你喜歡用十二星座那個 有分別者 對於我現在有一知半解 我就希望 熄了麥克風之後 你嘗試一下用你的牌 然後幫我弄一弄 告訴我 到底你的用法是怎樣 即是怎樣說出什麼 到底是 好你努力 那子萍呢 你現在怎樣應用呢 你現在是 首先 我覺得 Chill of Lime 就是卡巴林 不是一個真理 因為沒有一個 所謂的真理 是真的叫真理 是 所以你剛才說 是不是由不同的派別演出來了 可言很哲學性 你說的話 我意思是 沒有一個所謂的真理 是大了 是 所以你說 是不是由不同人演化出來 或者是 它跟原本不同 是有問題的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 你對那套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OK 而且當你覺得不OK的時候 你轉態也沒有問題 例如 那些人經常問我 為什麼你不學指微斗數 不學八字要學這件事 因為我不喜歡這件事 我不是看低那件事 我只不過單純 我喜歡哪件事 就學哪件事 所以我購買這件事 我覺得它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說 它經過很多流變 很多人傳 為什麼你會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是 是 因為 這麼多派說法 你會選其他派學 只要你覺得那個派適合你就可以了 但是你有沒有說 你現在是兩位 最喜歡 或者最認到你是哪一個流派 因為你在說 不同的派別 可能在不同的時間 但是Kabala是不同的 會不會是兩位 但是我現在最喜歡 就是最新這一隻 我是最新那隻 最多波波最多線那隻 我不是最多波最多線 不過解釋不同 我跟他雖然都說學Kabala 但有些解釋的位置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 兩個什麼流派 你有沒有分什麼流派 我是Phalima 你是Phalima那一派 我是比較 一個 組一輩 組一輩 是組一輩 那一套的想法 可以說 譬如說 在他來說 他們Phalima那一套 是不是比較著重於創新 動態 轉換的動態 因為他認為Kabala裡面 只不過是不斷轉換的狀態 我看回其他Kabala 是一個靜態的永韌系統 不是的 我們不是的 它是定了一種形式 只不過是在裡面自己轉 但其實那個是不斷推翻一些東西 我們那個是 我給你平反一下 組一輩子 組一輩子 譬如說 我們只要說這個模型 是經常性 我們可以用到 但不代表它是停留在這裡的系統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一個Chall of Life 其實它最頂的位置 就是跟對上一個Chall of Life 最底的位置 是連接的 是啊 只不過我們在一個永恆的 一個鏈裡 去做一個能量的 你可以說是上和下的轉換 我們不會說 我們去到某些的位置 就停留在這裡 不會 我們只不過是不停地 在不同類型的Chall of Life 爬著或者交流著 我覺得是 它是會有流動 但它不會有角色的轉變 嗯 好啦 有兩位的對話 我感覺到 大概是你說什麼 但我知道 如果聽眾 可能就不像你說什麼 不過不要緊要 其實呢 我知道兩位呢 是有教Kabala的 就是我又覺得 如果各位聽眾 你聽完這個節目 你會覺得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的 你用你的方法 去找兩位 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兩位學 又或者你再去feel一下 正常是指平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很對的就是 你要看你自己對哪樣東西 是對口味的 對口味在我眼中 就可能是關於 你pastline裡面 有沒有曾經是 某些世代 是你對這件事的 智慧或者宗教有結到緣的 所以你就會有這個 特別大的興趣和感應去的了 是的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經常都是 很open 很想什麼的人 什麼神秘的東西 都可以說出來 不要只是說 啊 只說New Age 因為 就是 New Age其實 都是一個很哲學性的問題 就是到底什麼是 New Age 這個也是可以說幾集的問題 也是可以說幾集 而是沒有答案的 其實是 很多時候 我們學這些 或者做這些 其實大家的看法 不需要一定要一致 有些東西 就是沒有辦法一致 因為大家看的重點不同 大家重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不能說一不一致 證明大家既然這樣的看法 是這樣的 你的演繹 是不是有沒有這樣的實在性 或者是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 大家的東西是不同的 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大家的東西 一樣是不需要聊天的 嗯 因為我剛才說的 不同的流派 沒有說誰對誰錯 是你對不對 但問題是有些東西 我對 或者是你對 或者是我聽完你講 我blinkstorm了 是呀這樣好些 又可以再玩一下 是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互相聊天是OK的 而且我很喜歡 不斷地去挑戰別人 在尋找別人的東西 很明顯 兩位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兩位 是一個不同流派 雙方有一個正反雙方 這樣 都每一個人說 我又有這樣的見解 是尋找一下 我覺得是交流的意見 是互相學習的 當然有些人接受不到 所以尋找一下 是 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是 我也覺得是 所以 不同的東西 才有交流的 但是 又不需要 互相尊重 不要說自己適合 因為我不是適合 我才會問你 我才會說你的錯 因為等你給個答案 我才可以有新的見解 是啊 還有我這個節目 就很想 有些事情可以開頭 譬如兩位講完卡巴那 突然間有一個 懂得說廣東話的 猶太教人 然後他就說 喂 你們講的那些 真是膚淺到不得了 如果我告訴你 什麼叫最正宗的卡巴那 卡巴那的時候 這樣又有得比賽 喂 來啊 我快要想有個 這樣的人來跟我聊 我一輪都認識不到 這些人 我超想 但他講話好像喬寶寶 他講卡巴那的時候 你會忍不住大笑 也不是的 我們要集中精神的內容 我應該會想很多東西 要是個腦袋這樣轉 是啊 希望今集的卡巴那 可以對大家有一個 對某些人 會有一個 引起一個大的興趣 我們 接下來 一定會再找多兩位上來一次 嘗試深入版的卡巴那 對 首先大家都要聽眾消化了之後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我們是 網站有科林的了 大家可以上來 對這一集的意見 或者你的問題 你可以寫在這裡 我們下次再請兩位 深入版的卡巴那的時候 我們就來問兩位嘉賓 是的 我們今集時間是這麼多 兩位有什麼想說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說再見 我先補充一點 我用卡巴主要是 修行的工作 卡巴不是只學的 嗯 我問他 那種修行的方法 會不會像 譬如一些印度教 或者某些宗教 是冥想的時候 想定符號 有 我主要用冥想這個方法做 就是會內觀這個符號的 要 要的 我那一派要 我不知道你那一派想不想 其實我不是完全跟他 我想說 沒事了 那會不會在以色列 或者某些猶太教的地方 會有一些的建築物 或者那個陣勢 直接是起到一個卡巴拉的符號 有沒有這麼層級的東西 應該沒有 如果不是你的地團都看到 現在都比較難 因為其實你說的 以色列立國 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個奇蹟 已經是代表著神的承諾得到應運的意思 但仍然是不斷耳巴衝突 因為另一方面 他會覺得 他們那種教派 或者他們那種看法 其實是錯誤的 這件事一直都沒有存在 但是在以色列人 就是他們希伯羅人來說 他們會覺得 這個已經是神跡的顯現 因為其實很短時間 他們就能立國了 通不短的 都說了很久了 算了 很明顯兩位要關咪之後 可以詳細再比賽過 這集時間是這麼多 我不阻礙兩位比賽了 拜拜 拜拜